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 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 过着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 那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 换说穷养男孩富养女孩 一般家长对于男孩子是处于穷养的状态 为了磨练儿子的意志和独立性 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而女儿则是富养的状态 让女儿有更多的见识和自信 不仅普通人如此 很多娱乐圈中的明星父母也是这样的 娱乐圈中最出名的富养孩子当属里香浪 女儿王世玲和爸爸王月伦 参加一档综艺 爸爸去哪儿 让很多人熟知 在节目中可以看到 王世玲从小就娇生惯养 爸爸妈妈都非常宠爱她 但是她并没有太大的公主病 只是偶尔闹闹小脾气 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收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节目播出以后 李香一家人的生活也一直被关注 相传他们一家人一个月的饮食就有几十万 摄制程度可想而知 从李香与王世玲的机场图片中可以看出 王世玲的一生全是名牌 而且还有各种名牌包包视频等 这些费用结合在一起呢也是不低的 李香透露王世玲学校一年的学费就二三十万 说我特别爱给我们的孩子打扮 那怎么办呢 我也挺担忧的 照我们家这个花钱的速度啊 等她长大了 也穿不上什么好衣服了 除了文化课以外 李香也非常重视女儿的兴趣爱好 在很小的时候呢 就创办了自己的画展 她的一幅画被拍卖到了几十万 绘画水平是非常好的了 除此之外 王世玲的英语水平也非常高 她能够非常流利的与外国人进行交流 而在近日 她在视料平台中发出了一张绘画作品 上面用着全一文介绍 不愧上的是贵子学校 很多人对李香抚养女儿的方式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其实现在的王世玲不仅学习优秀 还擅长各种兴趣 在面对各种镜头的时候呢 也非常落落大方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自信的 而郭晶晶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则略显低调 郭晶晶在平常的生活中 给孩子和自己买的都是一些平价的衣服 并没有穿什么大牌 我们都知道郭晶晶是我们国家的奥运冠军 为国家赢得了很多的荣誉 在退役后加入了豪门获奖 获奖在商业圈是非常有名望的 而且几大人都是富商 郭晶晶在结婚后没有多久就生下了儿子 我们都以为这样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应该得到更多的宠爱 上着最好的学校 穿着最好的衣服 但是并非如此 媒体呢 经常拍到郭晶晶到打直的衣服店里面 给孩子买衣服 而且儿子上的只是普通的学校 郭晶晶的丈夫霍奇刚 在网上还晒出了一组两个孩子洗车的照片 并表示妹妹通过帮爸爸洗车 可以奖励一些好吃的 而哥哥呢 则可以得到一些零花钱 这也会让孩子知道买东西背后付出的代价 不能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而他们这样的做法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春赞 带着儿子去农村感受种地的感觉 儿子站在道田地里 满身都是凝土 但是他一点都不嫌弃 与父母一起辛苦劳作 郭晶晶对于孩子在学习上非常有原则 当孩子没有写完作业的时候 不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出去玩 就算爷爷来找孙祖玩他也需要提前预约 需要等孙子写完作业后才去玩 郭晶晶先生说你管孩子还是很严格的 也没有了 因为有的时候爷爷会过来跟他们玩 对 爷爷过来的时候他会在做功课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让他把功课做完了才去跟爷爷玩 郭晶晶一家人对孩子并没有太过宠溺 这样养出来的孩子进入社会后 独立能力非常强也会变得很优秀 李香和郭晶晶两种教育方式不同 他们的孩子在不同的教育之下 所形成的人格和气质也一定是不同的 两个人在长大后的差距是一目了然的 王世玲在父母的抚养之下 可能就会变得更加有见识 而且多才多艺 长大后呢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 能够果断拒绝 而郭晶晶的孩子则会成为一个对金钱和消费 有着正确的观念节俭情分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